大家好 我叫叶婉 来自吉林长春 今年22岁 我的爱情训言是 我是腼腆的婉妹 台上的小伙不要为难我 不然一会害羞了可砸着 16个小伙子 先看一下婉妹 对她的感觉怎么样 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接下来 钟家 爱谁是谁 把缘分天使 送给你的一中人 然后根据你的感觉 可以最少灭一盏灯 可以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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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现在很同情二号 我说准了 我们俩是难兄难弟 我们这块是灭灯气的 光面我们这块也能理解 为什么那一块永远都是缘分贴纸 然后有那小的 他的身高还有穿着体型都比较喜欢 非常荣幸 双击评论666 接下来看一下夜晚晚闷闷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夜晚朋友都叫我晚闷闷 今年22岁 来自长春市二道区 最近呀我遇到一些问题都不明白了 大伙都帮我分析了一杯 听父母的话到底对不对 我家在亚太作画市场开了一家水吧 另外还有个冷饮店 我一直在自家的店里帮忙 爸妈管我管的挺严 我每天十点前必须到家 不然家里人回来都不会打电话 对于交朋友这块吧 我妈比我还紧张呢 来一次要加微信了 要微信直播我有 你太微信了一天 那加我微信吧 行行行 哎 要看得比起来 还真真了解 虽然我知道他是对我好 但是有时候吧 会感觉到没有自由 到底听爸妈的话对还是不对 如果得了害羞癌该怎么治 因为太害羞我几乎没穿过裙子 我觉得露他腿实在太不好意思了 有的男顾客都瞅我两眼 我脸就红了 实在太尴尬了 不统一婚前同居 就该被视为稀有动物吗 我觉得婚前同居太随便了 会被人瞧不起 虽然现在越来越多人 能接受婚前同居 但我实在接受不了 以上就是22岁的我遇到的问题 台上的16位男嘉宾 你们能帮我解答吗 9号 童馨 不能接受婚前同居是吗 对 那你认为婚后同居跟婚前同居 有啥区别吗 因为婚前同居就没结婚 不证明可以 就是以后一直会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吧 首先恋爱两个人在一起 是有一定的基础 可能说最简单的 你一个月可能不会牵手 两个月不会牵手 第三个月我还不信你俩不牵手吗 第四个月不亲嘴吗 第五个月不逛街不出去溜的吗 一年以后你俩相互没有感动吗 不可能 万一一年以后结婚了呢 所以说 最起码我就是结完婚之后在一起的 最起码别人不会说我什么闲话什么的 好 好 你要这么老客人你赢了 冯鑫我问你啊 同样两个女孩站在你的面前 一个呢像她这样的 另外一个呢无所谓啊 只要有感觉就可以在一起 你会选择哪个姑娘呢 我选择我会对有感觉那个 我觉得如果一个女人对我有感觉 同时我对她也会有感觉 但是如果我珍惜她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喜欢她 我去碰她 而我会经过一段时间考验以后 两个人会基础打好会更长久 其实这个就是两性重要还是责任重要 对 14号 陈嘉兴 那个美女我想问一个事 就是你是喜欢马吗 马 就是骑马那个马 那你为什么把那个新东西哈给16号啊 大马脸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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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两个巴黎铺男神 你这其中都没有一个相弄的 不是短脸的 就是这两个短脸的 那一个大马脸啊 在啥的 马他中用 你说那要腊肠的话就能看 不能摸 啥用啊 不是王楠啊 咱别往自己身上强踢 你跟马有啥关系啊 对对对 好 就顺着14号陈嘉兴就去了 替马戴上岩了